今次的專題演習分為四個部份 探索篇、考察篇、整理篇和總結篇 今次專題演習的題目是香港仔的灰燕問題 老師藉著連串的課堂活動 讓學生掌握所需要的知識和技能 稍後會有一個深哲會圖 水灰燕我做了一部份給你 有不同的灰燕員 廟宇的香味 廟宇可能是焦香燭冥香 龍藥可能是散布在空氣中 非常好 你看到有污染員的圖例設計嗎 你看到嗎 你同一組裡面你的圖例或者符號 是一樣還是不同的應該 一樣的應該 為什麼 我們覺得是一些泡泡 即是斑眼泡 但就不是透明的 是啡色的 因為很骯髒 都可以繼續想 真的 你猜這張照片所顯示的地方 應該是用哪張地圖為對應嗎 講廣場 這兩個是橫還是橫? 一、兩個都橫 這裡就有些大廈 所以就是一樣的 居民的角度 我們會透過問卷調查去拿資料 我想問 你出去做問卷調查之前 第一步要做些什麼 去設計一些問卷 設計一些問卷 非常好 謝謝 這份問卷還不中立呢 問卷員 一般而已 我覺得不應該問他的學歷 因為這些跟題材完全沒有關係 對 學歷跟環境問題沒有關係 你覺得這份問卷 是不是一份很好的問卷呢 不是 不是 為什麼不是 可以告訴我 因為第三題 有些人可能覺得沒有污染 有些人覺得沒有污染 那跟第三題有什麼關係呢 告訴我 因為可以寫多過其他的 哦 即是說第三題選擇不夠 是嗎 只有四個選擇 可能是選擇沒有污染 是嗎 為什麼你覺得 年齡跟我們這個研究的關係呢 只是問某一個年齡的人士 他們的意見可能比較集中一些 如果你問多些不同年齡的人士 他們的意見會比較廣泛 比較容易做一些報告 我想你設計這兩條問題 香港人是哪個地方最嚴重的 哪個地方 你選擇哪個地方 想不想了解科一點 我選擇了解科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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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問一下 他認為香港人士的污染嚴重的原因是什麼 你認為政府對小環境污染的政策夠不夠 因為他們覺得住在水上 那些人有沒有破壞水質 為什麼 因為水污染很嚴重 你會覺得香港人士的避風塘的水污染很嚴重 你好 你好 我是香港仔浸信會雷明才書院的學生 我想和你做個訪問 知道你有空嗎 都可以的 你問吧 請問你是住在香港仔區嗎 是啊 你對香港仔區的居住環境有什麼評價呢 受分你想一般惡劣還是怎樣 一般 多謝你的意見 不用 這個是不是最完美的示範 不是 你可能心裡也有些事情想想 我怎麼可以做得好一點呢 請你把這些因素或者注意的地方寫在方格上 為什麼要講自己的來歷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如果不講自己的來歷 可能受訪者不會跟你做過訪問 要有禮貌 你覺得需要不需要嗎 需要 不要禮貌為你和你做這個問卷 不同的了 現在我有機會讓你實習 兩個兩個去到一起練習 嘗試寫出兩個欣賞她的地方 和兩個她需要改善的地方 你對香港仔區的居住環境有什麼評價 很差 我們住在香港仔區 對 我們住在香港仔區 你的性別是男還是女 當然是男 你的年齡是二十歲以下 二十歲至四十歲 四十歲至六十歲 還是六十歲以上 當然是二十歲以下 問哪個問題的時候 大家笑得最厲害呢 可不可以告訴我 性別 為甚麼 你覺得性別的人會笑呢 因為 因為那個市民一看就知道是男 所以問來也是 惹人笑的 對 有些問題多餘 不需要問是否一看就知道了 年齡呢 其實也不用問 年齡 不用 為甚麼呢 因為都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好 你去到實地環境 留心看著 那我就想 留意一下周圍環境 找找到底哪裏的環境問題最嚴重 假設 快覺 咦 巴士站很吵 那我就把最嚴重的環境問題 那個地方呢 就怎樣 拍照 我拍了一張照 就在這裏 貼一張照 然後在哪裏拍的 就寫下控制點 例如在送制點X那裏拍的 也要寫下 你見過那個環境問題 例如這個是噪音污染 看到嗎 接著想想想 例如說 啊 鄰近民居巴士站 很多人很多車 所以很吵 解釋方法 搬到巴士站 或者是 設置這個減屏 這是你的建議 好 這個人一份才知道 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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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們每一個點 有污染的地方 對 最會染的 你發現後面有兩張地圖 這兩張是做不同的東西 做哪樣不同的東西 一張是土地利用 一張是土地利用 另一張呢 城市問題 城市問題 這去哪裏 從這邊 你看香港最大街 過不過到這裏 有香港最大街 這裏不行的 這裏有車行的 這裏過到對面的 沒有人叫你過對面 這裏再過 這裏附近有條斑鞋 這裏去哪裏 去這裏 這裏先坐這裏 你坐這裏 在這裏 我們那裏在那裏 我們現在在哪裏 我們現在在這裏 我們現在在這裏 沒有避開 H呢 第四點才是H 這裏下呢 觸人 即是政治地圖 你這裏 那裏 那裏是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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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H 在左邊 就是左邊 這邊 中間 沒有什麼時間 我現在不懂得趕緊 好 謝謝 請問你有沒有時間 跟我們做一份 沒有沒有 你好啊 你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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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憐啊 製作訪問 想什麼 你對香港人的環境 有什麼評價呢 十分理想 理想 一般惡劣和十分惡劣 你有什麼評價呢 什麼叫評價 我不知道 謝謝 我想和你做一份 香港人的環境問題的問卷 請問你有沒有空 好啊 都沒有污染 一般 街道很大層 很多車 我覺得現在好像好 有幾年了 以前這個海 我覺得水很污染 現在水是變了海 海水出了旁邊 就沒有那麼污染 有那麼多污染問題 誰是較嚴重的呢 空氣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裡不是那麼多 地方大一點 密一點 臭密一點 你對香港人的環境 有什麼評價 香港人的環境 都是一般一般 空氣 污染 一般一般 如果在這裡 空氣一定是好的 不是東風就是東北 要是西南風 尤其是北風 現在沒有東西做 吃西北風 你對香港仔區的環境污染 什麼評價呢 水污染 你覺得是十分理想 理想 中等嚴重 或者十分嚴重 你覺得怎樣 不理想 什麼生意都沒有 你看他們 我們已經沒有了 我們已經沒有了 船頭做 你覺得廢物污染怎樣 不知道 說話 在海垃圾 這些人 等海垃圾喊的人 一手扎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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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度嚴重 極度嚴重 空氣污染呢 空氣污染 一次時 這個南區 可以的 中等 那 噪音污染 你覺得怎樣 這裡沒有什麼噪音 暫時我們這裡沒有什麼噪音 你認為香港仔污染 最重要的問題 是什麼污染 垃圾 死魚 那個問題 為什麼 因為為什麼 有些死魚 有些垃圾 發泡膠 有些 魚船 放進海 極度污染 極度污染 現在的污染程度很好 那你認為可以用什麼方法改善呢 這樣 我也想不到 不如 例如 例如 你做好一個叫做什麼 清潔 應該要掘一下海牆 清理污泥 各樣 好 謝謝 謝謝 那你覺得 香港仔居民的廢物分類的支持程度 十分支持 支持 一般不支持 不支持 謝謝你 完成 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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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辛苦嗎 同學 辛苦 極之辛苦 為什麼辛苦呢 志遠 走路走路很累 還有什麼很辛苦 除了走路很累之外 問問 訪問 為什麼訪問很辛苦 有些人拒絕你 拒絕你覺得怎樣 怎麼樣 這些不是很開心 很尷尬 很尷尬 很緊張 大膽一點 不要很細聲 很細聲 你今天學到什麼 學到什麼 學到學俗 學俗學俗 問問卷的技巧 問卷的技巧 以前沒試過不同 有禮貌 還有呢 問題要短一點 魚絲有個安排 魚絲有個安排 怎樣安排 可以給一些建議 儘量問多些人 什麼叫平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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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回答那些雜文很好 很可愛 很可愛 用龐明鑑的說話去問 就會好一點 是不是 經過實地考察之後 學生就會將他們搜集的資料 整理和分析 那張照片在拍的是什麼 污染 是水污染 因為那些人貪方便 就把那些垃圾 隨手了一下子 扔到海裡 所以就弄得這麼髒 空氣污染 空氣污染的環境問題 因為工廠要排放廢氣出來 可以找回政府的部門 跟他們說回 每個同學都有一份 環境問題寫真的 拍了十張照片 應該 然後數一下有多少項 我待會每周派一些紙條 你填回去 填了自己的數字 然後我教你怎麼拿別人的數字 你畫一個橫形圖 那我不會教你畫絕 我想你自己試試畫 有沒有不清楚 水污染先 黑色那些就代表發炎次數 而紅色那些就是被認為是最嚴重的次數 你用了不同的顏色代表不同的數字 你覺得這樣有什麼好處 這樣容易點分 你覺得香港仔最嚴重的案件問題是什麼呢 廢物污染 廢物污染為什麼呢 調排型吐是最高的 調排型吐是最高的 據聞 你認為哪一種是最嚴重的 廢物污染最嚴重的 廢物污染最嚴重的 我們就認為哪一種最嚴重 醋陰 好了 你發覺完學生就認為是 醋陰污染最嚴重的 居民就是名為廢物污染最嚴重 那為什麼呢 最後你的結論 香港仔最嚴重的危險問題是什麼 不知道 廢物污染你站起來說 為什麼你認為廢物 因為由居民的角度去看會準一點 你覺得居民的角度去看會準一點 為什麼 因為他們在那裡住 比較熟悉香港仔 比較熟悉香港仔區 相對於我們來說 他們認識深一點 是 是 可能是這樣 謝謝大家 請坐 護體的垃圾 看到還是看不到的 看到 噪音呢 看不到 是不是 噪音污染反而是 由居民來說 習慣了 所以不覺得太嚴重 但是如果作為我們學生去到 通常你們去做問卷 或者他們拍照的時候 沿著路去走 路邊有很多車 可能會經歷很多噪音的污染 另外我想問 你猜居民認為 噪音污染是否嚴重 為什麼 誰說嚴重 因為也有22個人 也有22個人 那認為廢物污染有多少人 25個人 結論就是 主要或最嚴重的 是噪音污染 因為學生和居民都覺得很嚴重 但你應該不能忽略的就是 廢物的污染 我們當天考察的時候 看到汽車 工廠 好像有抽氣線 還有發電廠噴出很多廢氣 有兩件事 還有他們的膠片 本身的問題都挺大 因為他們本身的資料 有些是不實的 例如香港仔沒有發電廠 好細心 我們走到天后廟 就發覺很多香粥 冥強 煙就出來了 然後很多人都不想插廟魚 然後我們建議使用電子香粥 減少燃燒冥強時排出的廢氣 本於創新 提出一些 以前同學未提出過的建議 例如那些電子香粥 比較創新 吸引我的南區區議會長 你好 我們是 最後 除了要完成報告之外 學生還有機會 將學到的東西 應用在日常生活上面 覺得香港的居住環境屬於一般 你那個題目做些什麼 告訴別人 好可能有些統計的數據 資料額完需要嗎 需要 需要 可能有些資料在這裡 OK 好了 完了之後 有個總結 告訴別人 香港仔最嚴重的問題是什麼 謝謝 專題研習和普通課室上課的最大分別 我覺得應該是個主題的問題 課室老師做了一個主導的角色 而專題研習其實將學習的主動權交給學生 學生可以去到學得很深也都可以 或者他自己選擇他自己有興趣的題目 所以其實是陪了學生自學 主動學習的能力 一走到這條街 所有人都會走開做訪問 他們去到出去做問卷調查的時候 都會遇到一些拒絕 對學生來說 情感上他會有些覺得沮喪 失望 或者覺得好像很尷尬 這個是老師如果不在他身邊 就難幫到的 可以學到怎樣跟陌生人溝通 在一些大場面都不會那麼緊張 鎮定些 有一個很意外的就是 他們會很有勇氣 走上去避風塘的船 問問船家對於香港仔的環境問題 這個是我沒有預料到 在中一學生裡面 他有這樣的勇氣去做 其實我們在探索編做之前 大家都在整組分裂 但是發覺 做的時候是很合作的 其實都是全靠MUSHIR在幫助我們去團結 我看到學生在透過學習過程裡面 各方面的能力是提升了 有些最初合作得不好 但後來慢慢透過很多接觸來講 他可以嘗試合作到 終於做了差不多兩個月左右 都做得不錯 做了那麼久才完成 這個經驗會對我來說是一個天戰 但是我也很開心 就是發覺原來指印是充足 老師預備得足夠的話 就算是中一的學生 他也可以一步一步跟隨你的要求去做 而在當中學生的參與 你會看到是主動的 是開心的 也會看到他們慢慢有進步的成長 學到很多東西 除了做功課那邊 除了怎樣當人接物 他們這樣訪問 對居民來說也是一種衝擊 讓他們都會透過訪問過程去想 對呀 香港仔環境問題是哪一種最嚴重 起碼挑起到香港仔區居民 對環境問題的關注 可能讓他們往後有些行動 舒緩香港仔區環境問題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